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游进最后一滴血 也毫无怨言 现敌人就在城外 现在长梯就快搭上长安的城墙了 难道我们眼巴巴地看着城池的陷落 而无动于衷吗 我佩服你们忠肝义胆 视死如归 你们不怕死 我李世民更不怕 亲王 亲王 我李世民的血蒙事 谨守城池试报长安 无退敌兵 绝不回头 我等世子归随其王 众将士听令 莫将在 重振军备 即刻出城迎敌 吩咐众众将士严加防守 联防敌人呛登城楼 是 lieu 天空快不行了 我们下去帮忙吧 不行啊 我们走了 蓄联剑兵城楼啊 天罡三十六谱 第四十 书宝来了 快开城门啊 书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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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赢了 赢了 以终于回来 秦王 我们赢了 秦王 请恕书宝救下来迟之罪 不不不 多谢秦将军警卫 书宝 我终于练成第四府了 来 为了同关的胜利 喝酒 大家干一杯 来 原来我们搞了半天 都是那个王世冲在耍我们 真是的 幸好我回了一趟路州 发现了荣荣 一直在客家里待着 她就没有死 你知道为什么 这就叫天意 现在老天 不要你和荣荣姑娘成为一对 书宝兄 你和李姑娘历经磨难 如今又喜得相逢 真是可喜可贺 没想到秦将军 还有一个深名大义的红颜知己 我们大家都想看一看 这个奇女子长得什么样子 书宝 你好福气 你不如把她带到长安来 让我们看一看 书宝当然好福气了 你知不知道 荣荣姑娘人又美 人品又好 这个世界上很难找到 真的很漂亮吗 相公 喝酒 苏宝 你真是的 同荣荣姑娘成亲 都不请我们兄弟去喝一杯 我和荣荣 这不还没成亲呢吗 你更加不对了 同荣荣姑娘那么难 又遇到疫情你还不成亲呢 尤尖你看你这个人 刚才怪兄弟没有请你喝喜酒 现在又怪人家动作慢了 你以为是你啊 第一次见面就要娶人家过门呢 不如这样吧 我去禀告父皇 让他赐婚 封礼姑娘为护国夫人 如何 好好好 我绝对赞成 那难得和荣荣姑娘重逢在一起 这个婚礼一定要办得热热闹闹才行 我和荣荣 我们两个现在能在一起 已经很知足了 成不成亲 即是无所谓 那怎么行啊 娶 一定要娶 嫁 也一定要嫁 等你们成了亲呢 我们比一比 看谁生的孩子多 好 现在三亡已灭 如今真正是天下太平了 起座秦王 门外有一人持一把镰刀枪 要求见主公 镰刀枪 那是罗城的兵器啊 快传 参见秦王 诸位将军 快快请起 罗将军的遗体现在何处 罗将军已经万箭穿心 尸体已经坠入河中 已经找不回来了 助攻 可怜罗将军驰骋杀场 却死无全尸 只剩下这把长枪 罗春我实在不忍心 他死得不明不白 恳请主公为罗将军主持公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不忍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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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将军是太子殿下 和三太子害死的 当日 罗将军守卫子警官 三太子他们紧闭城门 不让我们出城相救 罗将军饥寒交迫 体力不支 终于陷入圈套 困于淤泥中乱见之下 罗将军 我们李家对不起你 都是我的劝战 对不起你啊 姚姬 你要去哪儿 我去杀那两个混蛋 好 我一起 两位将军请留步 我大哥是太子 他手上侍卫高手如云 要杀他谈何容易 我不管他身边有什么人 总之他害死我兄弟 我就要他死 秦王 他害你入狱 害死四殿下 你都忘了吗 殿下 以往你退让的太多了 你越退让 他越是得寸进尺 殿下现在已经人质易尽 不能再退让了 在他身上 犯上是要脱 ül 都不得了 买乌 可以 陈将军 你这是去哪儿 唰 你不敢 可是自古以来 帝王的交替都是长幼尊卑为顺序 既然我大哥为太子 那他以后就是名正言顺的皇帝 我又怎么可以跟他为敌呢 秦王 当日你在杨州说过一句话 我们这帮兄弟这一辈子都忘不了 您曾经说过 以名为天 为了您的这句话 我们这帮兄弟背弃雇主出生入死 只想助您实现造福天下的理想 可现在呢 居然为了手足之情 而置天下人于不顾 让我们这帮兄弟的努力 就算白费了 我从来都不喜欢听大道理 但你这句话令我很感动 我觉得你是个好皇帝 所以我已经决定 以后都会追随你 秦王 我们什么都不怕 你让我们往前 我们绝不后退半步 现在你要打退坛鼓 我恕难从未 各位忠肝义胆 我李世民无以为报 在这儿 拜谢大家了 师民果然没赴朕所托呀 没有令朕失望 皇上 您连日操劳 还是休息一下吧 免得伤及龙体 他好长时间没有回来了 朕还真有点想他 爱卿啊 你说 我是不是对他太不公平了 寻常人家的父亲 对子嗣的态度 都会有些偏颇 更何况是皇室呢 你说对了 朕一直想公平地对待他 毕竟都是朕的儿子 可是朕看着他们兄弟相争 就不由自主地想起了建成 朕 王上 他现在班师回朝了 朕又要亲眼看到他们兄弟不和 宫里又要重启争断了 二殿下深得民心 百官都口服心服 这是不争的事实 太子必然会有所戒备 要是有什么风吹草动 二殿下可能不会有什么 不过他手下的几员虎将 恐怕会按捺不住替他出头 到时争斗是在所难免的 原来只是口舌之争 现在恐怕是刀刃相剑 几个兄弟当中市民是最常气的 朕何尝不知道 这位皇王 臣斗胆向皇上敬一言 有什么话 你就直说吧 皇上 深知二殿下才干过人 愿胜于太子何不敢 李世民为太子 比他为太子 朕早就想过 我只怕建成不服啊 如果他们兄弟访问 这正是朕不愿意看到的 爱卿啊 市民想不想夺太子这个位置啊 二殿下 生性谦让又宅心仁厚 臣担保他从没动过 争夺太子之位的念头 可是他不与人为敌 可是人家却以他为难呢 爱卿啊 你可有什么办法来阻止他们的争斗 朕想让市民离开长安 这样才可以解决他们兄弟 互相残杀呀 莫非 等他班师回朝旨 命他所有军兵在城外等候 朕只允许他带领将领进攻 领旨就是了 秦叔宝为大唐立过多次战功 朕咱不瞎 朕要赐他黄金简 你下去吧 朕要一个人静一静 遵旨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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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玄武门进宫授封 大军安顿城外 不得入城 朕特召秦书宝进宫面圣 现安顿后即刻大明宫见驾 钦此 接旨 万岁万岁万万岁 verso明镜与点栏目 卿刘 可是父皇下旨 不让大军进城 让他们明天从玄武门进攻授封 大军凯元 理应入城接受封赏 可父皇 让他们驻守城外 不合常理啊 不进城更好 朕合我意 他这次打仗回来 功劳不知比你我要高多少 他现在气势鼎盛 朝中本来不知有多少人 向父皇提过更改太子之事 他这次立功回来 怕是有人要说出口了 大哥 你就不担心吗 现在你的位置岌岌可危 难道就不害怕吗 难道他回来你就不害怕吗 我 我害怕什么 你不要忘了 罗成他是怎么死的 我当然怕有人拆穿 但是 大哥 你别忘了 这件事情 你也难逃干系 你就不怕小弟我 拖你下水吗 你 大哥 别怪小弟心狠 其实 我也是迫不得已 所以我每一招 都小心翼翰 恐怕会丢了性命 其实 我也不用怕什么 这一仗 李世民他输定了 大哥 现在皇城内御林军 皆是你我心腹 李世民到时 从玄武门进皇宫 还有一炷香的时间 足够了 可是世民手下护将重德 我们未必一击必中 大哥 你可以放心 进入皇宫 必须在玄德门把武器放下 才能进入玄武门 我们趁李世民进入玄武门后 将玄德门关闭 然后再将他手下几员大将困住 李世民必束手就擒 到时候 若有人想救主 我们即可以谋反罪 下令大军围攻他 世民手下纵有三头六臂 也难抵我们人多势众 大哥 既不可视 师不再来 此举万无一失 你还犹豫什么呢 大哥 难道你就眼睁睁地看着 李世民那小子 抢走你唾手可得的江山 你甘心吗 我当然不甘心了 但是我怕父皇让他们驻守城外 是另有企图 事到如今 也只能按你说的先办了 但是你要记住 我们这次 也无疑是孤注一掷 我这次没有退路 所以只能成功不能失败 被我的命令 谁也不许轻举妄斗 为大哥之命侍从 天下是大哥你的 李世民 究竟鹿司谁手 明天就能见分晓 休怪我不顾手足之情 又再向他 为什么皇上下旨 让大军驻留城外 又要找我一个人去见驾呢 这也不足为奇 父皇这么久没见你 而你又是李家的大安人 非同一般的将领 叔保 秦皇城必须在玄德门 解下兵器 这是皇城的规矩 什么 不让我们带兵器 那会不会有危险 你不是不晓得吧 皇宫里的规矩向来都是这样的了 况且里面还有御林军 你又何必害怕呢 御林军 那是不是很厉害 蛮厉害的 他们每个人的武功都有我一半那么好 那我就放心了 连你都打不过 我一个人一杆鞭全搞定 你说什么 再说一次 我是说 你说 你们俩别吵了 书宝 不用理他们 时候不早了 该进城了 我送你到营门口 把大明宫的方向指给你 好了 我们先走吧 好 秦王 我就先行告退 出了营 往东直去 建了城门便是了 好 我知道了 书宝 天下苍生 就全搞你了 你要小心 注意安全 徐道长 你放心 我不会让大家的苦心白费的 等我的好消息吧 秦将军 您有何事 皇上召我入宫 请把简解下 开城门 开城门 不信 驾 微臣秦书宝叩见皇上 快快起来 谢皇上 你真心为我大唐 虽然谢绝封关 但在国家有难时出手 这才是高品德真英雄啊 皇上过奖 微臣本以为天下太平 理想得以实现 所以打算隐居市井 但是眼见百姓受战乱之苦 于心不忍 所以特意来助二殿下一臂之力 你不知 你不要赅的赎赐 朕这次一定要重重的赏你 你不要推辞了 朕就预赐你黃金箭 朕知你淡泊名利 但我还想留你在朝中继续为大唐敬离 谢皇上 微臣也想效力大唐 但是微臣 素来不喜欢权力之争 而且这次 发现朝廷之中权力之争 如此黑暗 虽与黎明百姓无关 但已波及百姓安宁生活 让臣心有余而力不足 臣也不想一生被名利所困 所以微臣 只有逃避 什么人兴奉作浪 敢教我大唐的安宁 这黄金俭 上打王孙下打邪恶 如果朝中有邪恶之人 定严惩不殆 你觉得呢 皇上 这是什么东西啊 皇上 您相信微臣的为人吗 你忠心耿耿 我当然会相信你了 怎么了 这不是原籍的衣金吗 皇上 皇上 微臣愿以秦家姐名义保证 部中所信一字一句 军委实验 请皇上明鉴 你许多说 军委尸多练 佛 18 20 стран 还有一兴 颜ひ 优惑 你 静 来人呐 在 传阵口谕 赵刘文静押张你二妃速来见朕 是 我知道 你们一直在追随世民的伤害 为大唐立下了汉马功劳 我也知道 在你们心中 谁是真正的明君 我要你留在朝中 不是为了朕 我怎么做 是强人所难呢 我知道 你会怪罪朕 朕 用不了多久 就用别人使了 你怪我 能怪多久啊 朕 这一生 要做最后一个重要的决定 朕要你护国功见证 护国 belang 把我振兵 这个国家先被三王所毁灭 如此大罪 朕怎么会饶你们 来人 在 罪 龙凤剑除斩 是 皇上饶命啊 皇上 二妃子立国也算有功 无异于国母 况且他们二人也是受了太子和三殿下所获 是啊 求皇上将他们罢免 常进于宫中佛寺 终生念佛 免于四岁吧 念你们过去有功 免你们一死 谢皇上不杀臣 还不快滚 是 来人呢 在 李莫伺候 是 吴国公 臣在 朕让你作证 今天朕要另立诏书 是 大哥 紧紧忙忙的干什么呀 你 你怎么这是大法 大哥 大事不妙了 怎么了 刚才衍妃过来找过我 说父皇要改立诏书 你又被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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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去去 是 衍妃怎么知道她 她刚刚为丈妃被叫到凤一阁提审 我们四个人的事 父皇什么都知道了 父皇把他们废了 打算把他们关在寺庙里 什么 父皇都知道了 父皇什么都知道了 一定是李世民 一定是他 一定是他把事情都告诉父皇了 哥 怎么办 你们不能再等了 必须先发制人 明天他一路朝 父皇会马上宣读诏书 到时候一切都完了 大哥 大哥 我们一定要把李世民除掉 再威逼父皇退位 然后 你当紧 父皇 世民 是世民 李世民 是你们把我 逼上这条绝路的 休怪我 对不起你们 是 照你说的 玄武门伏击 是 是 那些人 他 他 你看这些玉林军 到底在干什么 现在并非换班的时辰 这是怎么回事 你等一等我去看看 大人 御林军为何如此戒备 到底出什么事了 启令大人 太子收到情报 说程咬金 御池公等 怀恨之前被革职 今日想要借此机会 进攻要挟皇上 所以太子调兵去玄武门 擒拿他们 还要进攻护驾 我明白了 你先下去吧 是 没想到被他抢先了一步 刘大人 劳烦你派人全力护驾 我即刻赶往玄武门 你卸下兵器 赤手空拳 怎敌得了御林军呢 刘大人 难道您忘了吗 皇上 必自我精简 上打王孙 下打奸谢 秦将军 皇上和二殿下的安危 全信你一人 你千万要小心啊 我将陈友诚拜见秦王殿下 陈将军 你辛苦了 陈将军 你辛苦了 陈将军 你辛苦了 黑白夫人 徐茂公 贾府串 把手上的兵器放下 那陈将军和御迟将军呢 他们是皇上御赐的金府金鞭 而我的是上方宝剑 绝对不能离身 开门 有什么事情 我来承担 开门 你 你 走 保护殿下 驾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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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